同是曾志伟的儿子,一个为家争光,一个贫添丑闻。 曾志伟他不高不帅也不酷,但就是这样的他却在香港影坛乃至华语影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配角一步一个努力,逐渐走到今天香港娱乐圈掌门人的地位,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 除了作品外,他在娱乐圈的人员也非常好,与梅艳芳、谭永林、陈百祥等都是非常好的朋友。 2013年,TVB为曾志伟庆祝六十大寿,举行了志在高兴志伟大派对,更是邀请了两岸三的七百位当红演艺圈人士,名单如下。 韩永林、陈百祥、黄姓秀、胡君、周杰伦、成龙、刘嘉玲、刘德华、黎明、李克勤、林子祥、陈慧林、观书仪、吴君如、陈可欣、黄日华、苗乔伟夫妇、黄秋生等,堪称人气最旺的生日聚会,甚至连与曾志伟生日撞期的金向脚也被迫延伞。 第七举行。 香港娱乐圈中向来不乏明星家族,以曾志伟为大家长的曾志伟家族也是群星璀璨。 前妻王美华是港台知名艺人,女儿曾宝怡是著名主持人兼歌手、演员。 大儿子曾国强是著名演员、导演、小儿子曾国游曾是歌神张学友的特别助理,这个阵容搭配相当强悍,涉及影视歌导乃至主持界。 曾志伟女儿曾宝怡在主持界相当有名气,张相也十分出众。下面818曾志伟的两个儿子。 大儿子曾国强,不仅才华横溢,而且外形帅气,颜值不输很多当红小鲜肉。 作为演员,从2001年出道至今,他拍摄了多部电影,如《幽灵情书》、《金鸡》、《春桥》与志明、《反贪风暴》等。 作为导演,2010年,他首次担任《恋人叙语》的导演,便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提名,前段时间上映的《七月与安生》颇受好评,小编没想到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曾国祥, 他也因此片提名第52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,父亲曾志伟提名最佳男配角。 曾志伟有一个特别争气的大儿子,但是无奈他还有一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曾国有。 说起曾国有,他完全遗传了父亲的长相,背头大耳,与哥哥形成鲜明对比。 不仅如此,他有手好尖,喜欢泡夜店,与他的老婆张可慧就是在夜店认识的。 。 张可慧也是泡夜店的常客,专调富二代,虽然曾家不喜欢这个儿媳妇,但是无奈张可慧意外怀孕,曾志伟还是给了张可慧价值几百万的戒指和彩礼,为他们俩举办了婚礼。 婚后不久,张可慧便淡下了女儿,爷爷曾志伟亲自为孙女送了诗语二字作为名字,一家三口齐了荣荣。 然而结婚不到一年,张可慧本性暴露,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大骂自己的丈夫长相丑陋,甚至连婆婆都一起骂,说婆婆是全世界最最最令人讨厌的人,这种公然挑戏是谁也接受不了。 婆婆接受记者采访称老娘会回家好好处理的,想必一场豪门婆媳大战即将爆发。 这些曾家都忍了,毕竟谁让她是孙女的妈妈呢?甚至张可慧自己都称反正我有个女儿,他们拿我没办法。 然而让曾家忍受不了的是,张可慧在曾志伟六十大寿宴会上竟然勾引,已经喝得不省人事的三哥苗乔伟亲吻自己,闹得人尽皆知,各大新闻投票频繁报道,以至于三哥怒斥不时报道,很多网友更表示力挺三哥。 这样的丑闻是谁也接受不了,更何况是香港娱乐圈掌门员的曾志伟,自从张可慧嫁入曾家,各种丑闻接踵而来,曾志伟也是没办法,谁让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呢? 文老牌港星之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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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老牌港星之家。